Hello 大家好 今次這條影片是教的 不是教的 是分享如何打25層 其實你過了23層之後 24、25、26、27都算是一個喘息的位置 其中25層是玩法很特別 但其實一點都不難的版 一點都不難的版 先講講一些基本的東西 整個25層就是暗屬性的敵人為主 BOSS是擋出 然後有點重力 但其實這些都不太需要理 你只需要理的是什麼呢 你需要兩種寵 第一種就是放毒的寵 第二種就是SS是固定傷害 或者叫True Dam 型的SS的寵 你會見到在這個Game With 裡面的選擇 就是火神X的瘦神化 然後這裡是毒龍 即是適逆 然後這裡是Force Metal的神化 然後下面是乾天使的神化 然後這裡是妖後進化 然後這裡是妖後進化 卑尼庫神化 然後Hera 應該是台版尾有 然後坦記 晶德 智倉都可以 下到C就是譬如珠八戒 出雲 這些都可以 True Dam 型的SS 譬如阿龍 阿龍的星龍拳也有True Dam 鷹進化的SS也是True Dam 這個石像鬼的SS也是True Dam 事不宜遲的就去片 其實25 其實很簡單 不複雜的 但純粹在玩法上也挺有趣 所以整個25層只有幾種充能打入 第一種就是反射雷射機器人 你可以正常打入 第二種就是BOSS戰裡的硬波波 其他的充 其他的怪 一律都是要用毒 或者用True Dam 才可以打死他們 先說毒 因為毒和True Dam 是需要解釋一下 其實整個25層其實都類似在教你關於系統上的知識 譬如毒 毒在這隻鷹裡面也有分很多種 第一種就是毒得最痛的 就是類似木龍這種毒霧 這種毒霧就是毒法一次就扣75,000 這一版裡面所有的珠都是6萬血 如果你用毒霧的話 毒法一次就會死 當然另一種就是 譬如像進化妖後那種毒抗散 毒抗散如果主有情級的話 毒法一次就是3萬血 簡單來說他要毒法兩次才會死 譬如你再數低一點 譬如是這個阿波羅神化 毒抗散是負有情的時候 那個負有情就只讀15,000一下 你就要讀4下 才會毒死蠍子 譬如一般來說 所以正常來說 我都不會選這個阿波羅入去打 因為我嫌阿波羅的毒實在太麻煩了 如果你要毒4下才死的意思是什麼呢 譬如你要1湯上毒 然後你要2湯去讀3萬 然後所有的毒都是讀2湯 然後當他毒發完之後 你又要再用多1湯時間上多一次讀 然後你就再等他2湯讀 他才會死 那是很麻煩的 所以我不是很... 譬如你毒寵那方面 我不太建議你拿這個阿波羅 你老死都升上一隻蜥蜴 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 蜥蜴是不需要加爆 我用蜥蜴我從來都沒有加過 我純粹是為了要毒霧 或者速度也不加 因為太高速反而就麻煩 你反而8多速讓我使用 我覺得更方便 譬如我主要的戰陣 我都會選有一隻回復寵 然後一隻就是Trudem SS 很強大的寵 然後一隻毒狼 再加一隻譬如阿波羅 或者是乾天師 阿波羅就是火爆著 火爆著跟乾天師的神話 SS是一樣的 都是自己50%血 然後就50倍傷害 這個就是Trudem 這個純粹是拿來打Boss 所有Trudem型SS 都是拿來打Boss 譬如有人在問 譬如隊形 究竟哪隻回復寵是好呢 其實一是就蒸得 一是就是這個 進化的妖猴 進化妖猴除了可以放毒 它的SS也是那種鏟起人的SS 所以它也是很好 但是妖猴就是防火牆 動的時候就沒那麼方便 證得就雖然它是防重力 但是它就沒有動過毒 有好有好 就看你自己的興趣 但是我不管 因為我沒有妖猴 我當然是老練都可以放蒸 剛剛說完這個毒的原理 另外還要補充一件事 就是毒是會被overlap的 譬如當你有一個陣 你放了兩種毒 譬如一種是 你放了一隻妖猴 然後再放了一隻阿波羅 你本身已經上了妖猴的三萬毒 然後你就不小心 第二次動的時候 噴了阿波羅的萬五毒 然後嗨中了那隻東西 那隻東西在那一層就不會毒化 那隻東西在那一層就不會毒化 然後它就會留在第二層才會毒化 但是它毒化就變成萬五毒 所以如果譬如你真的想方便 想用多一點毒寵去打的時候 千萬不要放 千萬不要把不同的毒放在一起 最多都是 譬如你放一隻妖猴 再交一隻出環 那兩個都是三萬毒 那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但如果譬如你真的放三萬毒的劍 再放阿波羅的萬五毒下去 那你就會很頭癢 所以我一向都不理 那我只用一隻毒龍就搞定了 那為什麼譬如我只用一隻毒龍就算了 因為我用毒龍 我控制的東西很簡單 因為毒龍本身的母是很小範圍的 你想究竟什麼時候毒人 什麼時候殺人 其實你是很容易可以控制到 換句話說 其實你簡單來說 你就可以謀 究竟你想怎樣去落下一板 怎樣去草技 其實草技、草心的地方 你有一隻毒龍 你一隻毒龍都是夠簡單的 只不過你是會打得慢一點 總之整個版都是在磨磨磨磨磨磨磨 直接是磨到事情的 就能夠死掉 然後補完關於True Damn 型SS的問題 什麼事情是True Damn、eyous 或者固定傷害的SS? 通常的狀況就是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是幹天氏、神化、阿波羅那種技 即是自己50%血 而打了50倍 這種True Dam技 除此之外還有哪一種呢 例如徵德 又或者水輝這種 周來撞 周來打贏的SS 也是True Dam技 除此之外 亦有很多True Dam技 簡單來說 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記得 或者有多少人未賣走你們的小火龍 你們一開球 你們就可以選擇小火龍 然後做主角龍 進去打 其實那隻起發 那組的子龍 他升所有這些星級之後 他就能產生大火龍 那麼它的SS是把他的Rub AW手上打 像是冠也一技所把 當做了 其實最後降下來的就是True Dam效果 所以就是說問 究竟車身類有點重 其他強豪不重要的地方 例如絕望 你子類都沒有遠徵德 就是張彗的些威程、打裝霸雅 такие角色 究竟要找哪些重物? 究竟SS是亂的,但又要打起人的SS 那你就可以使用 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SS 但哪些SS才是 TrueDent 你自己去發掘,或者用記憶去記憶一下 因為我沒有血,也爆了碎皮的記憶 於是我便退掉蜥蜴 然後慢慢去存技,慢慢去存心 所以為什麼我會比較喜歡用一隻蜥蜴呢?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位置我會很方便 所以我要飛一飛片 我要飛一飛片 我都存了好久 最後就毒死蜥蜴,退回蜥蜴蜴 本來劇本就寫得很好 就是我流到阿法郎進去BOSS戰 就打算阿法郎有一個SS 我只能說這版本的BOSS很少血 但我覺得阿法郎很遺憾 阿法郎是不適合的 其實這版本的BOSS三條血 都只有200萬左右 200萬血左右 如果阿法郎或者乾天使 你出技之前 你是100萬血以上 你可以一下就打死他 一下就直接收他三條血皮 對,完全沒有難度的OK 但問題就是我剛剛不適合 於是現在就慢慢讀他 對於BOSS戰的唯一 要特意特別說明的是什麼 首先打BOSS的時候 最好你就爆技爆死他就算了 你就極速爆技爆死就算了 那你不要想著放毒那些 因為如果你用三萬毒去打他的話 很大機會在他爆你八爆 或者爆你大技之前 你都是毒不死他 然後被他打死的 你用毒武是可以殺死他 但你中間又會被人打 你失血就沒意思 總之你要爆技 譬如現在我剛剛五萬多血 照爆阿法郎的技爆走他 那我就拿他八三萬血 然後到這裏因為我淹底的關係 我又加入了一個慢慢草技 草技和回血的時鈎 然後把木龍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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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過一半 那誰知呢 原來我剛爆他八三萬 那一刻 就已經拿了他尾血的大概五分之一 OK 之後當然是爆了 撿了他的尾血 完全沒有難度 但當然最終我也是爆不了 那最終是有根性 然後把木龍放掉 於是之後我就把木龍放掉 木龍的SS 那木龍的SS 都算是打得進 都可以扣到他的血 所以你都不需要太過介懷 那木龍是好過Force Metal 因為Force Metal 那種魔力之天 那種技 我記得好像不太打得進 即是打傷害不夠木龍高 即SS的話 那所以呢 木龍都算是最好的選擇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就升一隻來玩一下 譬如你一直都沒有 那你就升一隻木龍 那你記住你 是不需要加一隻木龍 都可以耐用的 是的 那其實二十五就去到這裡 就是這麼簡單 那所以呢 你打到這裡的話 那你就開心了 因為二十五真的好簡單 是的 那今天這條片就到此為止了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